佛法里面 一切菩萨都成喜悦像 佛菩萨的像 一切众生见到没有不欢喜的 为什么 他有个欢喜心 这个心放光 放光着表现在外面 是从佛无称善根而生 能出众生称会其心 其实忧伤啊 忧悲苦恼啊 故欢喜 我们想到西方极乐世界 我们要修清净心 我们要修欢喜心 清净心 是无贪善根 现金 欢喜心 是无称善根现行 心里头没有贪嗔痴 自然清净欢喜 而且是 常生清净心 常生欢喜心 对人 对事 对物 所谓的 所谓一片慈悲也 所谓一片慈悲也 自自然然就得到阿弥陀佛清净光 欢喜观的光的价值 贪嗔痴赞悦 痴光狭痞是暗落 顾佛又好欢喜光 安落者如发花云 深意泰然 快得安落 佛国能临众生 安落欢愉 顾名欢喜光 佛国能临众生 借淫大众 弘法立身 清净欢喜 要摆在第一线 展现出 无他 无臣无耻 三善根 先前难 身心清净 我无量欢喜 为什么 你全放下了 你每天有忧虑 有烦恼 有牵挂 有牵挂 烦恼稀奇 太多了 太砸了 所以表现在外面 心浮气躁 身一心不得安稳 这在现前社会 是普遍的现象 是过去 有史以来 未曾听过的 这样的动乱 混乱 人活在这个世界 太辛苦了 太可怜了 太可怜了 科学技术不断发展 带给我们的负面的多 正面的少 我们多说一点吧 大概正面是百分之十 负面是百分之九十 百分之十对我们是有利的 百分之九是对我们有害的 核能发电 啊 供应电力 这是有利的 可是 还电厂出问题了 要付出多少 人民财产的代价 值不值得 不值得 啊 日本 还能电厂地 辐射的问题 现在一天比一天厌重 啊 比早先预估 我严重的太多了 啊 听说 日本有五十多座 还能电厂 现在出问题的 才只三四个 如果全都出问题 怎么办 啊 这个事情 也就是告诉全世界 厉害的时 我们要把它搞清楚 搞明白 啊 啊 啊 贪一点小利 将来要付出重大的代价 这不值得的 啊 这是愚痴没有智慧 智慧的人 不会做这个事情 啊 啊 那我们要修复 心地清净 表现在外面 一团欢喜 这是最重要的 啊 记住 时时刻刻 对人对死 要学米勒菩萨 啊 啊 啊 弥勒菩萨 清净欢喜 特别明显 啊 做出样子 给我们看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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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